因為我們常常講說 預防攝影治療 你看 像我給我的婆婆這樣用 她以為一開始說 是不是又跟以前一樣 給我一個機械這樣 噢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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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噢 你知道嗎 說沒有聲音 你抱歉 你就放在旁邊 她就很不可思議 她就只是放在旁邊 看電視就放在旁邊 她說 這些都沒有聲音 看不見 聽不見 沒有那個噪音的那種感覺 根本就沒有聲音 可是慢慢慢慢 其實她的腦子一直在恢復 她無往的狀態 所以她有改善 是我們明顯看到的 但是沒有聲音 是她自己感受到 因為真的沒有聲音 是 因為像其實我們平常 也會吃很多的一些 健康保養品 可是其實我們吃再多 它也是靠身體 但是我們的大腦 就是我們最重要的腦波保養 其實也就是要應該好好注意 跟去重視的一個部分 是啊 大家好 我是李冠宜 喜歡消費情報戰的朋友 別忘記訂閱 按讚加分享 同時開啟小鈴鐺 健康資訊一把照 天天快樂 心情好